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是我的早餐 通常还会有一颗水煮蛋 这是达达乔麦餐包 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它来自喜悦 里面有本土乔麦人 本土乔麦粉 还有本土全麦粉 这边又可以教大家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示 乔麦啊 它有三酱的功能 达达乔麦 降血压 降血糖 降血脂 这款面包吃起来很有嚼劲 我非常喜欢 然后这是我们这一次年货预购里面的 泰伍咖啡 它的味道真的是 非常的香醇 不论你是要热的还是冰的 我前一碗先把它泡完之后 我就把它冰在冰箱 听到这一声 其实橄榄油你打开之后 倒出来就要把它盖紧 橄榄油有橄榄多分 它的颜色 每一款的橄榄油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每一款橄榄油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有的会有青草味 然后有的会有比较辣的味道 有的会有水果的味道 其实我们忍一天啊 需要摄取的油脂大概在15cc左右 那蛋白质呢 我们每一个人大概是我们的公斤数乘以0.8 这是最低的 所以每天的饮食 你可能要去注意 你要摄取的油脂跟蛋白质 然后还有热量 还有碳水化合物跟糖 我大部分就是这样会去看我所吃的食物 但是我不会很极端啊 然后这个是因为刚还有剩一点点 对不对 通常我就会这样子 再把它打蛋进去 然后再把它倒出来煎 煎一颗蛋来吃 然后我一天可能一颗蛋到两颗蛋都会有 既然要摄取足够的油质量 那么你就要记得吃好油 这样才是对身体有正向帮助的 好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